好在关心花莲市民权领有一对苏姓夫妻 有七个女儿 虽然抚养的压力相当权重 但是依旧是保持乐观态度 那花莲市长魏家贤 在社劳客长萧子卫的陪同之下呢 与花莲县第一师子会 一同前往访视苏先生一家人 除了致赠慰问金之外呢 花莲市公所也为了他们带来生活上的物资 希望他们的七个女儿都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长大 花莲市长魏家贤 在社劳客长萧子卫的陪同下 与花莲县第一师子会会长王安顺及主委师兄们 一同前往民权力访视 具备中低受入户资格的苏姓一家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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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你好 你好 苏先生育有七名女儿 老大今年十二岁 而最小的还没满月 虽然抚养压力沉重 但苏先生依然保持乐观态度 笑称这是上帝赐予最好的礼物 刚才代理里长的前两天 就有听李敏说苏先生的情况 那我实地到家里去看访之后 我觉得非常需要社会资源的帮忙 花莲市公所社福公益整合平台接获通报后 也与花莲县第一师子会联系 希望能让社会各界的朋友给予他们更多关怀 那今天特别谢谢第一师子会会长及所有的师兄 那知道我们有通报一个个案之后 那马上就来这边做一个访试 那也并发放一个关怀的一个慰问金 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这里的代理里长 刘元良 那在这段时间也走访了我们每一个 每一户 哀家爱户走访 那也了解到每一户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对于家长来讲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我们也希望说 希望苏先生乐观进取的精神 未来能够度过孩子教育的这段期间之后 能够马上有找到更好的一个工作 让自己的收入能够增加 那太太收入也可以增加 那未来在带孩子 在教养孩子的部分也能够非常顺遂 这个是一个个案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 抛装引力的一个作用 需要帮忙的地方 有这个经过你们的报导 可以有更多的这个社会人士 可以来帮忙一些弱势的家庭 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困苦 将来我们族女都能够是社会的一个中间分子 这是我们做社会服务最主要的目的 市长威嘉贤也表示 虽然这次访市的关怀暗住 未能符合舍安网急难救助标准 但是公所也随即启动社福平台机制 透过民间社团来给予协助 期盼有更多民间力量投入社会公益 让花莲市能更加温暖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